深夜11点多平头男穿着橘色上衣 手臂已经夹着一包洗衣袋 走进自住洗衣店 蹲在一旁开始翻别人的洗衣篮 他有翻其他人的衣服 可是他好像没有 东翻洗澡没有喜欢的 干脆打开洗衣机 直接从刚洗好的衣服翻 最后拿了几个圆筒状的洗衣袋 女生们一看就知道 这是平常拿来装贴身衣物的洗衣袋 因为怕变形 一定要用这种立体型的 这时才知道平头男要的 不是什么名牌衣裤 而是锁定女生的贴身衣物 被害人来拿衣服时发现 怎么围堵少了内在美 五套吧 就几乎全部 差不多三四千 被害人向店家调阅监视器 还发现平头男心境大胆 小偷的就是看准自住洗衣店呢 民众通常都不会太准时来拿衣服 所以干脆坐在店内的椅子等 等到哪一台洗衣机呢 已经洗好了 就马上下手行线 事发在22号地点是台中西区 梅川东路二段 结果两天后 同一名平头男在中区三明路二段 再度翻案 三明路这家业者得知后 也热心提供监视器 让大家一起提防 24号凌晨三点多 平头男穿一样 橘色上衣 走进店内 也是打开洗衣机 开始翻找立体洗衣袋 这次他成功得手 三件贴身衣物 价值大约五千块 有点可怕 会觉得他是不是变态 遇到我可能有去检局吧 两名被害女子都已经报警 这名窃贼大多出没在台中中西区 年约三四十岁 特征是平头戴眼镜爱穿橘色英文字母上衣 一周内连续犯案 该行为已涉及刑法陷到罪 加强周边巡逻 什么不投 专投女生的贴身衣物下手 警方已经扩大调阅监视器 追查证明 让女生更得压洋洋的贼 TV淳江俊燕 陈虹一鲁卫星 台中报道 请支持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获大视野掌握趋势 邀请您订阅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